那另外有兩個新的案例 這邊這張圖上有三個新的案例 一個是從歌友會 在歌友會所延伸出來的 我們知道17368 他在歌友會 那本身也是一位 計程車的司機 然後那時候有在了這個18138 18139 希望這媽媽是一位洗腎的病人 他有載送他們 那這兩位當然就是在醫院裡面隔離的 那也是一彩鷹 那現在是鷹轉陽 那相對判斷也對社區的影響比較是沒有 那另外在大家的左下角裡面 就一位是18151 他是機場的保全 大家記得機場的保全 一開始案是17371 然後他有一位同住的社友 那也是機場的保全 所以在那時候就已經居家隔離了 就在集中檢疫所來隔離 然後現在是隔離期滿 隔離期滿 那檢驗是陽性 那就可能到醫院裡面去